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风声随起的节目 在今天的风声随起节目 我们再度的为观众朋友请到 一金大师钱思武钱老师 钱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为观众朋友带来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或许很有兴趣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讲过 钱老师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鹰宅风水 对以前我们讲过这个羊宅风水 羊宅就是活人住的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羊宅 那鹰宅呢就是有一天 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是住的这个小小的一块墓地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羊宅一大片鹰宅一条线 鹰宅的那个风水就看那个墓碑 那墓碑立的这个向 方向来做 方向难怪一条线 对对对 那这个一条线的意思 是不是就说这个磁场的意思呢 对你这个鹰宅的这条线 就影响到你子孙后代的一些幸福了 是是是那讲到这呢我就很好奇了 那钱老师你这个鹰宅风水啊是跟谁就要拜师嘛 那干脆说你师父是谁呢 是的 我父亲呢跟我找了一位我的师父 就是鱼勇士先生 鱼就是干沟鱼永远的勇 世界的士鱼勇士先生 是 我跟我师父学这个鹰宅的时候呢 他已经将近80岁了 80岁了 他那个时候我在年轻的时候 大概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 每个礼拜天就跟他到山上去看风水 有一次啊他就看到一个风水 前面有一个山 这个山呢像一条腿 像一个人躺在那里一条腿 是 这个叫什么山呢 这叫做拍脚山 拍脚山啊 这很有意思啊 对什么叫拍脚山呢 拍脚山 就是说我们这个风水 假如面对了拍脚山的话 你要做什么生意呢 做按摩脚底按摩 对脚底按摩 这叫陈老师我有会跟的会不会 还有这个酒家 酒家 哦 招呼男性客人的 那跳舞厅呢 舞厅也可以 那也跟拍脚有关嘛 对对对 所以你假如要在这个方面 赚大钱你就要找拍脚山的风水来炸 是是是 又有一次了 去看了一个山 这个山在一个湖的中间 眼望去这个山像一个俘虏 就坦在那上面 这个风水会出什么样的人物啊 开酒店 不是 还当医生 哦 玄虎济世 对 我怎么想到这个铁拐李 那个葫芦里面装的酒 不是开酒店 假如你要让你的子孙当医生 你就要找这个葫芦山 葫芦山就像葫芦 还有没有 还有 前面看过去像一个一枕 一个枕头 一个很平的一个枕头 易枕叫做易枕岸 什么易呢 如易的易 如易的易 枕头的枕 易枕岸 这个是出什么呢 这个就出大关的了 出关的大关 所以这个我就不敢乱讲了 所以这个风水的前面的像是什么 你就会有出什么的 是 指你 那我自己有一次也去帮客人看 他这个墓地的前面有五座山 五座山 看了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五个山头 一二三四五 我就跟他讲 我说他这个第二个跟第四个特别的高 我说你家的老二老四最出息 最有出息 就有五个小孩是不是 对 我说你有五个小孩 五个儿子 老二老四最出息 准吗钱老师 真的是 山管人丁水管禅 山就是代表儿子 山是代表儿子 果然没错 五个儿子 结果是老二老四是真的是最有出息 最有出息 你刚才讲的那个山管人丁水管财 对 那有水就是有就有财了 对 你假如你一个风水 这个看过去都没有水 那就是不会富有 难怪人家说叫有山有水 对 所以风水风水就是 风是阳 水是阴阳配合 山是阳 水是阴 是 是 是 那钱老师大家就会有这个问题 你刚才说这个风水阴宅 阴宅风水 那在这个目前 目前常常就说在往生的时候 走掉的时候有这个火葬 有土葬 那这个跟风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是这样的 假如说我们在台湾或在中国的话 一定要火葬 为什么 因为地不够啊 对 地不够 地不够 而且日本啊 据说日本呢 他们就是个人过世 24小时内就把它烧掉了 火葬了 火葬了以后再用骨头下去办 因为土地少的关系啊 大家土葬了那受不了 但是在美国啊 对 那你要怎么呢 美国的都地蛮大的 对 就可以土葬 我们在美国的话呢 我建议享受土葬的快乐 因为火葬跟土葬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我们一个人过世以后 有个中阴森 这个中阴森呢 就是喇嘛 密仗喇嘛在 喇嘛在打坐的时候 悟到的一个叫中阴森 这个中阴森呢 他在过世的49天到3个月之间 他要去投胎 你假如一火葬一烧掉 他中阴森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说不定呢 就对入二道了 就跑到不好的道 道有四种嘛 天道 人道 天 人 阿修罗第四身二鬼 对不对 这有六道嘛 是有六道的 所以在你火葬那些撒那 假如你是一个很有羞耻的人 你可能一下就到天道 为什么和尚要火葬啊 因为他就像发射火箭一样 咻一下就给你烧到天上去了 对 你不要再转 但是一个没有羞耻的人 他一烧可能就到地域去了 就说大好跟大坏 是不是 大好就往天上 大壞就往地下 那有羞耻的 那一般我們都沒有什麼羞耻啦 平平散戴 平平散戴 像这样吃喝喝的 干脆土葬 土葬的话就慢慢来 慢慢选择 是是是 慢慢来不急 不急 那土葬啊 刚才就讲到 就是说在台湾比较多火葬 可是也有土葬 可是土葬呢 就有所谓的 简骨啊 简骨叫起转是不是 一个术语叫 对 对 因为土葬的话 一试就OK了 就把你进凝骨塔了 以后永远都不要简骨头 对不对 是 但是呢土葬呢 它有一个习俗就是 九年后 这个土葬要把它简骨 一定要简 简起来 不然不简起来 那骨头可能会坏掉或什么 所以把它简起来 简起来的时候 再把它进塔 这样子 所以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土 土葬跟火葬 有一个好处坏处 还有切点优点在这里 是 那简骨以后要不要再烧呢 好的 这个简骨以后呢 有的人他那个岸太小了 他可能再把它再烧一烧 看个日子烧一烧 再把它进塔 假如没有的话 直接放在大岸进塔也可以 是 那钱老师 你在这个阴宅风水方面 阴宅风水方面 能不能谈一谈啊 你刚才讲了几个故事啊 那我们大家最知道的啊 就是这个王永庆啊 那有人就说 他的这个王永庆的 这个阴宅风水非常好 能不能就这方面 给我们来提一点意见 好的 这个钱老师在台湾的时候呢 去真正的亲自到 王永庆祖先的风水的目的 去勘察 他的这个风水 祖先的风水在新殿 新殿有一个地方叫猴子吊胆 猴子吊胆这是一个村民 他那个祖先的风水在那个地方 他那个祖先的风水呢 是坐亥山的 坐西北的 正好合了一首诗叫做 亥山一点能致富 迅水一佐能救平 就是说他的祖先的风水 是坐亥山四项的 坐西北向东南的 在东南的这个角落 有一条水经过 所以他会有大富的原因在这里 这是合乎一个 一首诗的 那这个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他正好在整理这个墓园 他只有把旁边的这个动一动 他不敢去挖那个墓 他都墓碑都不敢动 他只有把那些不好的地方 用水泥补一补 但是周围啊 他就用好的好一点的材料 去做起来 可见他是 他们王家也是相信风水的 他不敢动的 不敢动 就是他的风水是有合乎一首诗 叫做亥山一点能致富 信水一佐能救平的这一首诗的格局 所以才能够大富 所以有这个道理 钱老师我还听说 风水师啊 这个帮家找风水的时候 阴宅风水还不能找到很好 找到很好的时候 风水师自己本身会受伤 有没有这一说呢 有的有的 据说有些风水师啊 他看了一个好风水以后 他眼睛自己会瞎掉 不能看得太好 这是一个 还有呢 有的风水师呢 看得很好的风水 但是主人啊 他没有这个福气也得不到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好的风水师呢 必须要 必须要主人做很多的善事 风水师很高明 那我有一次我到台湾台东花莲去看了一个地 那个主人请我看地啊 我说这个地方很好很好 旁边一个做那个墓地的人 他说怎么好怎么好 前几天人家才把这个东西挂走 就是说有一个葬在那里的一个母亲啊 他前几天呢 才把这个墓走 牵走搬家了 我说这个风水很好 怎么会把这个牵搬家呢 原来他们两个兄弟不合 兄弟不合呢 结果弟弟找了一个风水师 认识要把这个墓地拿走 好那我在想啊 就可能这个母亲呢 她在人间做事的时候 没做好事 这个你要得好地一定要有 福地福人居 对你要有好的 道德才能得到的 你好的道德 你不要找地理师都会碰到的 你不好的道德 你找高明的地理师也会失气的 也会被挪走 对也会被挪走的 这个是老天是很公平的 所以我研究到天时地利 我认为这个老天真的是很公平 很公平啊 这个绝对是公平的 对对对对 那钱老师在这个 阴宅风水方面啊 有没有什么些故事呢 我最爱听你的故事了 好的有的有的啊 这个阴宅风水的故事呢 钱老师要讲一个 以前在万华一百多年前啊 一百多年啊 话说一百多年前 对在万华有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生意人 他知道这个风水啊很很重要 所以他从中国啊 干南啊 就是中国的那个沿海啊 闽南那边去请了几十个 十几个地理师来 他呢对地理师很好 给他们吃给他们住 条件就是要给我找个好风水 好风水啊 那这个商人呢 他对员工很刻薄 对这个员工啊是非常刻薄的 就是员工有一次有一个员工 他儿子花烧了 要给他借钱去住医院 他都不借你看 就当那个小孩子给他花烧 没有应得了 对他有这种动作啊 好他呢要跟他的祖父占个地 而且他交代地理师哦 我给你钱给你吃给你住 没有关系 但是我这个地找了一些 要当宰相的 就是我这个风水做下去 我的子孙会能够当宰相 要找这种地 哇那这几个地理师啊 每天啊就吃了饭了完了 就帮他找洪水啊 几年之后终于找到了 找到什么地方 在阴哥 阴哥是一个山嘛 对阴哥那个山 为什么会阴哥那个叫阴哥呢 因为那个山呢 长得样子像阴哥 像阴武啊 阴武啊 阴武啊 他们找到的这个阴武啊 这个阴哥这个地方呢 叫做阴武蟹 阴武蟹 就看到那个蟹的叫阴武蟹 这个阴武蟹 葬下去的话呢 一定呢 一定是出宰相的 对不对 好 他就跟这个主人讲 主人也去看了很高兴 哇这个风水一葬下去 我的儿子子孙就当宰相了 对不对 看好日子看好时辰 用齐门盾甲啊 十几个地理师挤进了脑力 看好了时辰 好下午三点 某月某日下午三点 要进 要把这个棺木 放到鹦鹉的嘴巴里面 还有时辰吧 而且这个棺木呢 不能这样放 要放横的 鹦鹉的嘴巴 这棺木要放横的 要寒到 让它寒到 让它寒到 还不能放直的 不能放直的 纸对就放 所以还要放横的 哇他这个都要讲究的 好时间到时辰到 哇他们几十个人上去 就把这个棺木放横的 放好的那一刹那 老天来一个大雷 一打 把这个棺木打裂了 哎呀这真的还是 很真的 哇 就是你没有福德 你怎么能够得到 这个鹦鹉蟹 就把那个棺木打裂 哇 就警告你 你没有这个福气 不能这样 是 所以这平常啊 在生活当中 我们真的要多积德 多做善事 对所以有一首诗啊 书是天下英雄胆 读书是天下英雄的胆量 你有读书 你就有智慧有胆量 善为人间富贵存 做善事是富贵的开始 你假如每天都想坑人 凹人 想骗人想怎么样 那都是就是 就是没有善事啦 没有善事 富贵不了 哇钱老师的故事真好 这个钱老师我觉得你饱读诗书 没有没有 粗口有成章 听来的 听来的 转播 转播 那接下来呢 我在想到 美国的风水 像你刚才讲的什么 有山有水 美国的风水好像这个 尤其我们在纽约 好像这个山地并不多 那在美国的风水 有没有比较特殊的 对 好美国的风水要怎么看 看地气 这个一年的地气呢 在清明啊 清明前后 清明前五天 后五天啊 这个时候的地气最好 最旺 所以你要看这个风水 你在平地的时候呢 你要看这个风水的时候 在这个十天里面的凝晨 天快亮不亮的时候 你趴在地上看 看那个地影什么地方有气 往上冒 那你就要找那个点 那钱老师他们找你去 你都趴在地上去看 灌地气啊 没有太老了 爬不动了 我都讲了 大家去趴好了 要各位去看 所以我看那个 美国很多墓地 它都是平的 然后就一个碑 甚至于它都没有突出来 完全不一样 东西文化差异蛮大的 对对 所以呢就是平地 就是要看地气 而且看地气的时间 就在清明前后五天 自己去看啊 自己去看啊 那没有说有那么感觉 你要多做好事自己去看 冒气是不是 对 会感觉有一个气从地上冒起来 这样子 是 那还有我想请教钱老师 现在有很多就是说 一买这个墓地的话 就是整片的 家庭墓地啦 或是怎么样的 都整的 或是夫妻墓地啊 那这个每个人的生成八字不一样 那怎么样去看呢 这个是这样的 假如说我们买个夫妻墓地 正在谁先过世就以那个为主 那假如说先生先过世 就以先生的为主 然后另外一个为辅 另外一个墓地做好以后啊 里面要放一个忘年青 或要换一个 要换一个东西在里面 不能说空在那里 比如说换个石头 大石头压在那里也可以 或是换个忘年青嘛 或是换一瓶清酒 竹叶清酒压在那个墓地里面 以后要用的时候拿掉再拿掉 就能过世以后再把它放下去 这个它有规矩的 这叫寿地 寿地 寿地 寿坟有寿坟的做法 寿坟的规矩 是 就是说很多就先 就是说先买了放在 那也有个规矩 所以我们如果要买墓地 或是怎么样 还要请钱老师看一看呢 对 这个很重要 是 所以殷宅殷宅殷宅就是这个仙人住的 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 要注意到的地方呢 钱老师 好 第一个就是择日 择日 对 择日要看好日子 第二个就是这个土地 要合今年的太岁 像我们今年2011年兔年 兔年就是害毛卫沙西 作息的风水就不利了 作息向东的风水今年是不利的 不宜藏 不宜照照 那明年2012年 2012任成年煞南 明年呢做南向北的风水 就不宜照照照 不宜去埋葬 因为那是换山煞的 所以年很重要 年还有这个生肖 你的生肖要配合什么地 然后择日 然后呢 还要看这个形式 这个当场的外表的形式 综合很多很多的经验 再来去涨 当然自己做善事很重要 很重要 钱老师这一直就给我们强调 这个做善事非常非常重要 钱老师还有就是说这个目的 还有这个我想到一个问题 说当下葬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兵器馆 就会写说 今天数什么什么什么生肖的不能去 那大家都很遵守就不能去 那这是怎么样呢 这个是道家的说法 我们择日写说今天日子冲什么 对对对冲 什么时程冲什么 这个生肖的人要回避 在回避什么呢 比如说冲 比如说今天是冲牛的 那就是属牛的人呢 在他墓地要下葬的那一刹那 弯木要启动的那一刹那 不要看 启动跟埋葬那一刹那 是有煞气的 那刹那要避开就好了 就避开就好了 对对对 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是那在这个阴宅风水 钱老师您这个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做过访问 你好像也看到很多很多 对不对 对 钱老师在台湾呢 大概有看个几万坪的土地 我曾经最看过最大的土地 是做了1000坪 那很大耶 很大很大 大概花了几百万台币 差不多五六百万台币 你才做的一个风水 这个台湾这个做的风水 很浪费土地的 像美国的话 很好排队排队排队 这样很好 精神土地 街边还有 对 是 那这个风水方面 这个阴宅 阴宅风水 我还听说 这个跟这个土局也有关系 什么沙土不好了 黏土不好了 田老师这方面 是不是也有这个 有此一说 对 这个好的土 好的风水呢 埋下去 挖下去以后 会出现五色土 五种颜色的土 很漂亮的土在上面 表示这个土地很有灵气的 这个土 假如是土质不好 也会影响埋葬的人的感觉感应 所以这个都要讲究的 还是要做善事 还是要做善事 对 钱老师就说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说 要找钱老师看英宅风水 我们怎么样去跟你联络呢 我们就是 要很早之前就要讲 还是说 要给你一点时间 钱老师 你要帮我找一个什么好风水 我要给一点时间给你 到底怎么样呢 对 最主要要跟钱老师议约好 要预约的 然后 比如说最好看风水 一个礼拜以前 先预约好 预约好什么时候 找个礼拜六 礼拜天啊 天气好的时候 到船上去看啊 去挑 帮他挑一个好地 挑一个好地 是 那就要不然自己 先到清明节的时候 去看看地气 对 侯以为你也要去帮他看了 没有 那钱老师 那在英宅风水方面 我们观众朋友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 叫生前契约很好 生前 是是生前契约 生前契约就是说 在还没有临终的时候 买一个生前契约 自己去 对 到过世的时候 人家从头到尾都帮你做好了 连仪式连思议都可以做好 是 我认为他这个 这个构想蛮好的 构想蛮好 因为做风水 可以从5万块台币 花到500万5000万都用不完的 台湾也有嘛 对有生前契约 对有生前契约 是是 就是你在生前的时候 你可能花个几万块钱 你做了这个契约以后 你会节省很多钱的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 对对对 那在现代人来讲的话 对于这个生死 这个是人生必经之路嘛 那都很看得开 而且也会为自己先找块这个墓穴 应该是墓穴 或者是先去安排一切 就是这样子 那钱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个风生水起 您还有没有什么样 为我们观众朋友介绍的 没有 没有 好钱老师我们接下来 我听说就有一个 好像叫做风水病 风水病有没有由此一说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他的疾病跟风水有关的 疾病跟风水 所以这个风水很重要 阴宅风水 对那钱老师有个 台湾一个客人呢 他的叔叔跟他本人呢 都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就是当有风的时候 起风的时候 他头就痛 尤其那个台风要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头痛了 那他叔叔也一样 每当有风要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知道了 风要来了头痛了 好这个事情是这样 他有一年呢 他们有这个毛病已经很久了 他们有一年去扫墓的时候 他那个鼓昂呢 是放在一个大树下 他祖父的鼓昂 是放在一个大树下 好那一年呢去 其实扫墓的时候 刚好也风来了 他们两个就开始头痛了 头痛的时候 在那边祭拜的时候呢 就无精打采的样子 突然呢 他的一个兄弟呢 看到那个鼓昂里面 怎么跑出蚂蚁了 怎么这个里面有风 就蚂蚁跑出来 很多蚂蚁就从那里面跑出来了 结果把那个鼓昂一打开一看 哇里面是一个蚂蚁窝 蚂蚁窝 然后呢 再把它倒出来一看 他祖父的骨头啊 头骨啊 里面都是蚂蚁窝 问题一定在这里了 哇这个时候他们家里可紧张了 就找一个专门捡骨的人啊 重新把它整理一下 把这个鼓昂重新拿来洗一洗啊 骨头装一装啊 擦一擦 漆漆啊 然后再把它装好 再把它封好 再把它放到原来的地方去了 嗯嗯 这个事情做好以后啊 你看 既然啊 他们叔叔的 跟他的头 头痛不见了 嗯嗯 好了 从此又不头痛了 就不头痛了 对 那这个就跟风水有 阴宅风水有极大的关系 对 因为我们有血骨 血骨 对不对 就是这个骨骸啊 它会通的 嗯嗯 它会 它会通的 磁场 磁场通的 所以你不要看我们 我们的骨骸 都跟我们祖先的骨骸 都是有相同之处 有相同的 这是一个真的例子 嗯嗯 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有一个很难的 难事 它呢 就是 它的垫步 它的屁股的垫步 就是长一个窗 嗯嗯 它喊窗不能做到 对 它每天它无法做的 它要做 你只要用那个橡皮签啊 橡皮签啊 如果有那个橡皮签啊 垫一下 垫一下 好像中间空的 不要碰到 不要碰到 对 这个痛苦呢 也是有好几年了 嗯 怎么治也治不好 去动手术啊 什么都不好 结果有一年啊 他们呢 家里呢 刚好要去牵风水 要看风水 啊 结果呢 就找了一个地理师啊 一看一看一看 这个地理师很高明 他一走到他那个 祖先的那个风水 他就讲 哎 你们家里地脊房 嗯 有人啊 有仓毒 就是会长仓的病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风水前面呢 有一个水池 这个水池呢 是烂泥巴的水池 烂泥巴 烂泥巴 烂泥巴的水池啊 所以呢 他一讲 这是他 他说他的垫墓呢 长了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刺窗 几年都不好 嗯嗯 他说问题就在这个 他的墓碑啊 对着这个烂泥巴的水池 嗯 所以有感应 把这个水池填平 用新鲜的土把它盖起来 填平 那个地方就要好了 嗯 结果他就很紧张啊 赶快找人了 把这个 用新的土 干净的土 把那个池塘 啊 不大的池塘把它填平了 填平以后 他去看医生就好了 还真是哦 真是 而且呢 我以前也听过有一个客人讲 他说他们家的风水呢 每一个每一房都会有一个人得气喘 每一房啊 他有三个兄弟 三个兄弟里面的其中有一个小孩 都会有气喘 他家里也有一个二哥得气喘 也气喘 那一般来讲就是他们遗传呢 对 但是呢 他们那个风水很发达 就是说他们家里有一个人气喘 但是他们家里是很有钱的 很有钱的 但是其中就是三个房 每一个房里面就有一个儿子 要有气喘 而且你看他们那时候在武昌街 都有几十个店面的房子 武昌街 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二哥得气喘 二十几岁那时候得气喘 已经快要死掉了 他父亲就问他说 儿子啊你要死掉了 你有什么要最后想做的 你有什么事情跟爸爸讲 爸爸马上给你做 他说我想看一部电影 他快死了 他我想看一部电影 他父亲马上去找电影院的人 把一个机器就在他旁边 放电影给他看 放一部电影给他看 你看这个多有钱啊 有多少钱要花 要请一部电影来演 对 所以可见就是有这个迷信 有这件事情 这都是很精彩的风水故事 风水故事是 实在是啊 就是说在这个阴宅风水 信不信有你 对不对 不信什么都没有了 信不信有你 今天呢在节目的后面呢 钱老师我们还是要这个 财神福啦 还有这个土地公啦 每次呢都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好运啊 那钱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今天我们要送这个土地公 各位啊你不要看我们做土地公 土地公就是管风水的 管阴宅的啊 你要找个好风水你一定要好好认真 官不再大要再管 对 所以土地公就管到的 对你要拜土地公啊 周土地公你每天求他 你一定会找到祖先的好风水啊 就是土地公是很灵的啊 好还有财神福啊 财神福呢就是要发财了 要上赌场赢钱的 开99盛店洗衣店指甲店 开商店的啊 这个刮财福啊 刮在店里面啊 就一定会赚财神福 财神福 还有就是韩信爷的照片 赌钱的啊 各位要上赌场赌钱的啊 一定要拜韩信啊 现在银鼎赌场很热门 hot啊 钱老师这里有一套 破这个银鼎赌场百家乐的 破百家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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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百家乐的软体啊 各位可以跟钱老师来学这套功夫啊 破解百家乐啊 然后呢我们还有命书 命书啊 命书啊 命书的话每个礼拜三 星岛日报 B3版 星期四的世界日报A9版 每个礼拜天的世界周刊 有详细说明这个赠送 这个命书的 2012年每个月的印记都有 给你写的详详细细细 只要50块钱赞助盖庙 我们就送你了 是 那观众朋友呢 您可以写信啊 叫133-51-37AVENUE二楼 二楼 那么就写 写给钱老师 那就会为您记上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钱老师 那就在这呢 告一个段落 钱老师跟观众朋友 说声再见 好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